接下来回到现场追新闻的话题来带您看看 这是不是一个不寻常的状况呢 北韩在庆祝国庆 那为什么金正恩他人却不见了 北韩国庆的相关纪念活动 每年都会在9月8号9月9号举行 那么今年是76周年的国庆 像是习近平还有普丁都有发文祝贺 习近平他说他胜赞金正恩带领北韩人民 取得了一系列的建设跟发展成就 并且表示呢 他说中国跟北韩山水相连 两边的情仪是历久弥坚 那此外普丁我们来看看 普丁也发祝贺文表明了 他说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呢 达到了高水准 未来双方会继续有计划性的加强 全面战略伙伴的一个关系 就是以后的关系还会再提升 北韩的两个好朋友 中国跟俄罗斯都发了祝贺文 但是金正恩他却没有出席 相关比较重要的一个纪念活动 根据这是北韩媒体的一个报道 北韩在9月8号的时候呢 其实就在平壤金日成广场 举办了国庆日的活动 但是在这个报道当中 完全没有提到金正恩 可见他缺席了这场活动 那另外还有不少的北韩高层 在9月8号的时候 参加了这场太阳宫的餐业活动 金正恩同样的这场活动 他缺席了也没出现 虽然北韩逢五逢十国庆日 才会盛大的庆祝嘛 那今年是76周年 所以金正恩也可能没有到那么重视 但是这两场活动都没有出席 外界认为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寻常 没有去参加国庆活动 那么金正恩到哪里去了呢 似乎他比较在意的是军事方面的布局 原来在9月8号当天 金正恩他仍去视察了新的海军基地 因为北韩最近在力推要加强海军的实力 他们希望能够制造大型的海上战舰 那么因此金正恩似乎把所有的心力 都放在这个上面了 好几次他亲自到场去指导 到底这个战舰该怎么样来制造 那甚至提前两天在9月6号的时候 他还去视察了炮兵学校 那对北韩军力的提升 金正恩最近可以说是非常的在乎 而就在北韩正在加强武器扩建同时 美国跟南韩也有动作 美韩两边的核武小组 进行了第一次的兵棋模拟推演 美国跟南韩联手要预防以后 如果有核武相关的突发事件 到底要该怎么样来因应 但是说真话 这个北韩的金正恩在国庆日 到底去了哪里了 我们来带您看看相关的报道